郝老师 行走江湖多年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是带来了独门秘籍 到底是什么呢 各位 打开我们实践宝典 大家来看一下 行走面是江湖的独门秘籍 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什么面 对不对 321 这你就不认识什么面 这不就拉面 拉面 那你就不认识第二种 321 打卤面 刀削面 都说面了 刀削面 来 第三种种 这是什么 瞅瞅 这是肉饼 肉饼 肉饼 这还有一别名叫什么 叫千层肉饼 先来说拉面 咱们得看看这个秘籍 究竟是什么内容 这是不是零处义的人 能够学会 这个很关键 讲究 慢慢展开 念的最高境界 零基础也能 撑出几十米的 大师级 牛肉 拉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实践 出真知 那么 好大厨的秘籍 是怎么把普通人 变成面食高手的呢 为此我们找到了一位热爱饮食 但却并不会拉面的嘉宾 肖家南 让好大厨将这拉面的秘籍 写在卷轴上带给他 并让嘉宾按照大厨的秘籍 做出了一份看似简单的面团 而您想不到的是 这一团面 竟然就是好大厨 拉面的秘籍所在 但是一团面 就能被称为秘籍吗 这小小的一团面 又会隐藏着多大的秘密 我们还是眼见为实 来为您实际对比一下 首先 我们按照普通方法 用水和面粉 获出了一份家常使用的面团 就将它和用秘籍 获出的面团进行对比 我们会发现 自己制作的面团发白 而秘籍做出的面团 明显发黄 而之后的称面实验 则更是让我们大吃了一惊 为了实验两种面团的称面效果 我们找来了三位 之前从来没有称过拉面的观众 分别用两种面团进行了实验 首先是自己制作的面团 我们发现 这样的面团 别说是称面 就是把面团拉长 也是十分有困难 而当我们再次用密集制作的面团 进行拉面实验时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面团柔软强韧 几称几拉 竟然就有了雏形 再称两下 这些完全没做过拉面的普通人 竟然也有了大事一般的气势 看他们现在的气势和得意见 您能相信他们是第一次拉面的新手 再反观普通面团根本撑不起来的情况 这密集面团的超强效果 是不是也让您大呼神奇了呢 但是这面团里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呢 好大厨的密集里又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我们这就请嘉宾来为我们揭晓答案 拉面密集第一步 和面 我们做拉面的第一步呢 那就是和面 其实这个和面方法和其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份一斤左右的面粉 还有就是和面粉一半分量的水 再有就是食用盐和食用碱 另外水的温度也是特别有讲究的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窍门 就是冬暖夏凉春秋温 像现在这个季节呢 基本上水温和我们人体的温度相接近就可以了 而之后就是和面的步骤了 首先我们要把三克的盐加入面粉中 如果说您觉得这个三克的盐不好掌握呢 我们可以找一个生活中常用的器具来衡量 我们常用的啤酒瓶盖大小 大概可以盛装六克的盐 一半就是三克的盐 这样我们把盐加入面粉里 把面粉做成盐面 再把等量的食用碱加入温水中 就可以开始和面了 而食用碱和食盐的作用 都是增强面的弹性 它们的用量可是需要精确掌握的 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和面了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盐面停铺在案板上 然后在中间大概挖出一个洞来 分三次把盐水加入面粉当中 这样的方法是为了让面团更加筋道 这样呢我们和面的步骤就完成了 接下来制作拉面的第二个秘籍要点 就是行面 做好的面团呢我们还要按照密集中的方法去把它行一下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面团切割成每一个差不多手掌大小 然后在表面刷上一些油 把它们放在盘子中扣上保鲜膜 然后放到冰箱中至少四个小时 再把面团取出来慢慢地进行回温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面的质感和值钱是完全不一样了 而这个时候的面团才真正成为了一份极有韧性的拉面面坯 接下来也就是密集的最后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拉面 最后一步呢就是拉面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呢 但其实有了我们密集的帮忙也没有那么困难了 首先我们要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面团 在案板上进行拉撑折叠几次 这个步骤呢叫做顺筋 目的是为了让面筋有更好的延展性 方便后面的延展 等面团出现条纹 我们就可以在案板上撒上些面粉 开始正式地衬面了 我们用手拉住面屁两头 向左右拉开 之后将拉开的面条在案板上一逗 让面的周身粘上干面粉 防止粘连 然后将面的两端浇到手上 拿起折叠处再次撑拉 如此反复几次 这面条就撑好了 而面条制作好了之后 怎么让它变成一碗热腾腾鲜美的牛肉面 其实这也是有秘诀方法的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为这份面条 配上一份香浓的牛肉汤底才行 牛肉拉面 讲究一清二白 三红四绿五黄 即使牛肉汤清 萝卜白 辣椒油红 小葱香菜绿 而拉面微微发黄 五个要素 缺一不可 而最困难的 就是怎样做出 既清澈 又浓香的牛肉汤底了 而我们的嘉宾在这里 也是有着特殊方法的 我们首先买来便宜的牛骨 事先让商家将它砸开 方便精华流入汤里 之后用清水煮开 撇去浮沫 在中火慢炖半小时时间 等到肉汤开始发白了 我们再次将汤和牛肉 牛骨 一起加入高压锅中 加入一个超市卖的成品香料包 增香 如果您将没有现成的香料包 就用咱们家里常备的香叶 桂皮 花椒 冰香代替 就可以 用葱姜去腥 还有料酒 酱油 一起压制一个小时时间 之后 撇去汤汁中的浮油和葱姜等杂质 将汤头浇入拉面里 再配上超过水的白萝卜片和牛肉 清脆的小葱香菜碎和一勺鲜艳的辣椒油 如此一碗滴滴道道的大市级牛肉拉面 就不用再配上了